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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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现在比较小 小话还没有创作完 然后现在因为我刚开始 我现在一共画了有15幅 就是光底稿打出来 所有的设计用出来以后 现在是有15幅 然后还没有最后加工 我记得云中哥的时候 他曾经说 他说 蓉蓉 我为了亏你 我不惜丑化我自己 但是绝对是恨我不死的 就挺好朋友的 因为现在美人制造正在播嘛 所以我就觉得 他还蛮努力的现象 没有 只是只是觉得 可能又要开始进入到 浩兰传的剧组了吧 就是因为跟浩兰传有关系 我向来是一个都不规划的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是我来去可以操纵的东西 不是随遇而安吧 我觉得自己能把握住的就是眼下 比如说眼下 我在做神雕宣传 再往后我要接近一个角色 就先把眼下做好吧 我觉得眼下一步一步都做好的话 结局反正不会太差 其实我看这种成小 我就要一个正小生 我希望从我的演艺生涯里面 就我在这一行里面 我想做一个黄晓明出来 做一个刘德华出来 这是我的触动 牵他的手触动 目标从来没有变过 其实余老师对我们旗下每一个艺人 他都是很关心 所以在我们刚开始进工作室的时候 大家都是新人 也没怎么拍过戏 没什么经验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说一个人 他并不是说希望你变成他 或者让你去模仿他 他只是给新人一个希望 让你知道以后你可能会有这种可能性 这样子的话也算是一种鼓励吧 对于我们来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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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